不要我們時間是聚餐一下 靜偉找個地方 22號晚上 喔 晚宴喔 有包晚宴喔 還不錯喔 370塊有包晚宴 好吧 那就再說吧 晚宴去 菜會比較好 晚宴通常要另外付費 你們是370就包晚宴 看起來是 像那Train On Nano不就是還要晚宴要另外加錢嗎 也在付裡面喔 你們有去吃嗎 是做菜嗎 還不錯是不是 就這樣我們已經開落室了就好了 喔 OK 就是 是地點在這邊 我還滿願的喔 他有兩個校區 啊市中間 市中間在這裡 對 然後 在這邊 好 好 到時候 再把地點給我 OK 然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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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這個 所以那個 我們那AMN Learning RAM沒有當作一個 Hyper parameter 對不對 對 那 那個 可能也需要當作一個 Hyper parameter 我看了一些 資料 你就把它 變成增加10倍 然後縮小10倍 他內定好像跟我們那個Deep and D一樣是10的-3嘛 我 我看一下 這寫成Hear document是不是 對 OK 那例例好像我們沒有當作一個Hyper parameter 對 有一個Upper跟Lowbound啊 在那邊 任令瑞有嗎 任令瑞在這邊是用 是用預設的 對 東月你全部run完了嗎還是 現在現在還在run就是 就是 上禮拜老實說調到 200 200部 對 200部 PSO 200部 是 秉強所有的Data 對 那現在有沒有 Accuracy到 超過90%的 秉強Paper找到了 BCC穩定性 啊 沒有吵到 那我們要怎麼說故事 這要在 80 87 87 我 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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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也都差不多 對 都差不多 OK 那表示 陳述 沒有 87是 這個回圈的最佳 不是現在系統最佳 對 第0次跌代的最佳 Finding best 就打這個finding 88 88 OK 88 OK OK 88 87 所以都差不多 這個是 好,沒關係,那個learning rate就先不要調了,反正已經run 其他兩種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,他參數有哪些 其他兩種其實都是AMN的變形 差不多,應該也有learning rate吧 其他兩種嗎? XGBoos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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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對阿東諺你現在調到哪些? 恩有 也有這個嘛Alpha嘛對不對 對 主要是在調這幾個 深度,阿深度 是內定是多少?3嗎? 內定 內定我不確定 反正內定就 上限就把內定乘上 乘上2 乘上2 上限 然後乘上0.5當下限就好啦 這些全部都是嗎? 好,等下我再看一下,因為大部分人都是在調這兩個 恩 阿倫利瑞其實跟那個也是10的-3嗎? 我看好了 還有另外一個是什麼?SVM嗎? SVC 是 是 是利用SVM的分類? 對 好 我去看一下 那我傳給你那個是我在網路上看到資料最完整 嗯 的Machine Learning 而且它的程式寫的比我們還更簡單 不過我們 剛做這一塊也沒關係 反正到時候 再深入一點 再把我們程式改的更簡單 喔 阿這個有run了嗎?這兩個 這個還沒有run 就是 就是 這兩個是不確定說 嗯 要調哪些 看一下 我這個 ANN有稍微改寫一下 就是說 矩陣的 複製 不能直接寫兩個矩陣相反嗎? 這兩個是還沒改之前的 就是 就是 老實後來 PSO有改過一次 對 像我們 PERL 或是 C不行 Fortune 兩個矩陣 要是互相copy 就等於A等於B就好了 嗯 但是現在這個PythonA等於B 好像是說 你改了A 事實上B也會被改 兩個佔用相同的記憶體 嗯 所 有些東西是要獨立的喔 是 像 像這個嗎? 嗯 嗯 就是說我們把最好的那個 Hyper parameter 存成BEST 要用一個 對 Deep copy 就是說 兩個記憶體是完全無關的 嗯 如果不給這樣的話 這個東西會佔用 這個 這個 particle的 相同的記憶體喔 因為這個東西會隨著你迭代 會找到更好的 就取代了嘛 嗯 它就會變成把你 particle裡面 相同記憶體的東西給取代了 事實上應該是要把 最好的保留下來 而不要去更動 原來裡面的那個 particle 嗯 的值 喔 那我用這個版本去改 其他兩個舊的 欸 對 原本是這樣寫 我本來在寫的時候 我以為跟Pro一樣 是直接想等 好 我 改一下 我注意一下 那ChairGPT告訴我 還有什麼 Deep copy 還有shallow copy shallow Deep copy就是說 拷貝過來 新這個矩陣變成自己有獨立的記憶體 而不是跟他有一個共同的記憶體 嗯 像我們Pro裡面是不是有reference 對不對 對 我們傳data的時候都是傳 這個矩陣或是hash的reference 我們藉由這個reference 就可以找到 這個矩陣或是hash的記憶體在哪裡 進去改他的data 嗯 啊Python我 ChairGPT是告訴我說 這個這樣子寫 就是 變成 佔用共同的記憶體 所以採用一個 Deep copy 好 然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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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 那個 Machine Learning的Importence 是不是直接用data出來的模型就可以算出來了 重要性嗎 對 對 因為那個 我傳給你那個資料 他就 後面加一個什麼Importence就出來了 應該可以 我再去看一下 因為他那個Importence然後是用測試機去做的 所以 應該可以 你看一下我傳給你的data 那個 Github 有一個sgboost 對 他下面有程式碼你可以打一下Importence 好像就是在 後面加一個點Importence物件 下面有範例程式 下面有範例程式 我是直接把它下載啦 Git clone 然後 不然這個很麻煩還要一直拉 這個從頭到做到尾做一遍熟悉的 變專家了 要請問一下 對 不然 這個 我覺得 是 谢谢大家 一般的东西你自己再去看啦 因为他有影片 我看过影片了 他有一个地方Impotence 就直接训练出来的model 后面再打一个点Impotence 他就会自动去帮你评估了 是做出那个厂条图那种 好像就是画的那个圆形的那个图 雷达图 对 你有做了嘛对不对 模型 如果不用调超参数的话 那个模型很快就可以做出来 然后我再拿那个做出来先试一下 好 酷 然后这个 表面的 现在算大概一半 嗯 还要再一阵子 有挂掉了吗 有 算了有没有挂掉的case 有 就是 这些 这些 我觉得 啊这边有改成那个HF local 还是原本就是那一个 这些挂的还没有改过 欸 对 那我觉得 改 改过的 改过的现在都还没有算到 就是 我决定 改了 有没有 有没有用 嗯 OK好 那就等吧 这是多少182 嗯 对 182 然后 然后这是 今天的paper 就是 它 它是用机器学习在分 就是 E-Z-Z相 F-Z相 还有双相 和那个 就是 Amorphos 嗯 然后 然后 它收集了 就是 399个data 然后 就是 这些是 资料分布 里面有110个是 是那个 Amorphos 然后 然后 就是他们的流程 就是收集资料 然后做 这几个 就是 SBN 和 随机生 还有KN 和 决策書 和 线性 回轨 然后 然后 他们是用 混淆矩正 还有 这个AOC曲线 和 来 来 评断他们的 模型的 好怪 然后 这边是 他们调的 嗯 这几个 几个超参数 就是 然后 然后 他们用 就是 10 就是 呃 CV 把他们 把那个 资料裁成 10分 然后 然后 70%当 然后 70%当 那个 当测试 训练 然后30%当测试 然后 这个是他们 压缩资料方法 他们是 跟我们一样压缩在0到1之前 然后 这是他们的那个 诶 诶 我们新的已经改成另外一个了吗 对 就是 Standard Scaler 两个都可以啦 嗯 然后 这是他们的 PSM相关技术 他们 没有去挑说 呃 特征 他们就是 直接选 直接选这五个 嗯 嗯 选完 比如说像我们是13个嘛 对不对 对 然后做完之后 再看importance 就可以滤掉那些不重要的 对 再去train你 对 他的acuracy 就会增加了 我 我 我目前是 测试的时候 我是写 不是写 就是0.9以外的 0.9以外的 0.9以外的 的那个数值 但是 删 就是删掉之后 他删掉蛮多的 就是 原本有 原本只要有 有这么多个 这个是还没train你之前吗 还没train你 对 原本特征有这么多 超过13个吗 超过 超过13个 所以现在我们在train你 的data有这么多 对 然后 三 就是用0.9 删掉之后 删掉之后 就只剩 就只剩这六个 这不用train你玩的model 可以算出这个东西 可以 弄出这个东西来 真的假的 要有全力 要有model 对 所以你现在这个是有model 算出来的 对 那Pearson也是吗 Pearson Pearson 不用全力就可以有 对 但是Pearson 看起来 好像稍微rough一点 所以刚刚那个是importance 是不是 这个吗 这两个都是 所以现在找出最重要的有三个而已 呃 这两张图 基本上是 一样的 然后 我觉得0.9 因为他 他 那张图需要规定 规定 规定说你 超过多少才画吗 超过多少 importance那个图 这个吗 不是不是 这个 呃 规定是指 好 这个图是 现在我们用 ANN算出来 那个 精准度快要到90% 那个做出来的吗 不是 这个是 呃 我在 我在 在测的时候 就是 就是 那个 就是 操案数没有 就是 随便定一个 欸 然后 然后拿他训练出来 模型 画的图 好 没关系啊 那等你 其中有一组出来了 再 做这个图看看吗 嗯 但是 他 在三特征 三特征前 是 在那个 圈令之前 就已经 就已经先把特征都删掉 所以他 实际拿进去圈令的 应该 只有这几个特征 可是 我把你mark掉欸 mark掉 哦 如果mark掉的话 那 那 那资料就会是 原本 就是这几个 对 全部嘛 对 然后最后出来之后 看 经过那个图分析 哪些不重要的 就先 就滤掉了 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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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诶 董燕燕 我重新加回来嘛 我用警字號mark掉了 嗯 我应该 应该 应该 Person的地方 我好像mark掉了 嗯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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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夾回来 夾回来 我 我把它 注解掉 我再重考一次 好 既然要重RUN 那你 Lending rate 調一下吧 等我们这个RUN过 一遍做完 这个题目 这个其实就 几乎 不会再改了 以后 分析心的问题 就是拿data而已 对不对 嗯 然后这个是就是特征重要性 就是 就是 这几个特征都 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特征蛮 蛮重要的 嗯 然后啊这个图是看说 呃 模型 就是哪个特征的 呃 呃 呃 其他都混在一起 对 然后这个是 他们那个 10倍的CV 测试出来的 平均的 那个 平均的 分数 然后可以看到说 他们觉得 Random Forest 诶 他们觉得Random Forest 是比较 比较好一点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LZ曲线和混淆矩症 这是Random Forest 嗯 然后 可以看到说 Random Forest 的分 就是 分类的比 其他几个都好 然后这个是他们 把 就是 那五个模型 然后还有实际 实际实际实验做出来 去比对 可以看到说 Random Forest 预测的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对的 Random Forest 预测的最 最差 诶 所以 我们 没有Random Forest 是 对 那有办法很快加吗 Random Forest 超 就是 难都难在 就是要 挑哪个 挑哪个超大 好我看一下 如果知道的话 应该 因为他那个程式 的结构都一样嘛 对不对 对啊 就是只要 如果是那个 Sky Learn Sky Learn 裡面有的 就是 在做都 都很快 好 这一架 匙 是 放入鱿鱿鱿鱿鱿鱿鱛